原来这才是伴女带友的样子 如何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看吵架时的反应就知道了 周大和周以为到底谁更卑微 一目了人 他用两句话直接把我搞定这辈子 我都不敢吵架 周先生跟我说 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儿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你就不下去 他能怎么回家啊 而汪洋和老婆每次吵架 都会第一时间主动承认错误 每次我们吵架 最后我永远是第一时间 会跟他说我不对 即便我的心里面 不这样认为 但是我会选择这种方式 难道真的对错说明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我那个劲过不去 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冷暴力 我摔门走了或者怎么样了 要这样吗 我觉得那是我最亲近的人 要这样吗 我觉得那是我最亲近的人 虽然是女主内男主外 但周以为却是这样评价周丹的 现在你在拍戏太在拍戏 觉得你们应该轮流比较好 这个话说的吧 好像他的拍戏就是拍戏一样 他的拍戏不是我标准意义上的拍戏 这有点太 伤人吗 但是就是这么回事 非常 你属于那种 哪疼我渣哪儿是吧 我之前说过这样的话 而且我不介意说这样的话 但女中最痛苦的 莫过于一个人的才华 不被另一个人肯定 我很难的方向 其实是两个方向 她不知道我这样 我希望我自己 还是比较小艺术性的 不是说我这样才不是 很多人会觉得 你是艺术家 但别人可能觉得她是个朋友 这段话感受到了 毛泳对妻子的尊重 我太太也是一个演员 但是目前为了照顾家庭 照顾小朋友 暂时选择做一位全职太太 这觉我已经藐视了99%的 有个男性 暂时转为全职太太 作为丈夫来说 你的心情对 我会觉得有愧疚 因为我觉得女人的那种 付出经历时间 大大超越男情 此刻住单的羡慕 都要立出屏幕了 你会觉得你太太 会渴望回去拍戏吗 当然 因为我跟她是同行 我每天看着她做的 所有所有琐碎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她放弃 没有她的放弃 我不可能在外面 安心地去工作 结婚5年的孙怡 没过过一次幸爱的生日 我还以为可能自己的 这个30岁的生日 可能没有蛋糕了 也就这样了 就是别人在用心 因为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可以感受到的 知道被她这种版本很戳当吗 他们那天问我 你这次的生日 应该可以在你的生日里面 排Top3了吧 我没有告诉他们 其实我觉得是Top1 其实女生想要的 并不是那种方 而是那份被战斗的心意 我记得前一节当天 然后她从早上起来 见到我的时候 她就开始说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跟我说我去给你买 我觉得前一节 就是一个送花的节日吧 我就主动控制我送花就好了 但她从早到晚 到天黑了 快12点了 那花也没来 我就觉得没戏了 今天他们看起来 我现在情绪已经不太好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过生日了 她又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即使是世界冠军 也会甘愿成福于老婆 不懂那些普通男性 再骄傲什么 倍增市民难易的 这段对话 整个防乐 市民你好 你好主任 你好 今天比赛的时候 心情怎么样 非常激动 而且非常紧张 还好我的老婆非常棒 然后又可以照顾好他们 又可以照顾好我的儿子 让我在前方 没有后顾自由 然后转型比赛 好的 再感谢下我的老婆 她一门同志 好的 代表英老婆 谢谢你 热心你的夸奖 终于知道为什么都说 蔡少队外风了 想到都想夸她 没办法 因为他太多强 这么棒 对啊 他很帅 他舞速他肯定是很厉害 就最开始了 他跳舞很好 什么舞都都 该不会唱歌也很好听吧 真的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 不然成功感觉 都是尊重老婆的 我要感谢的是 我的太太 蔡绍芬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错 我这辈子的幸福 就是要靠她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要风雨同路 风雨我们有了 希望还有更多的风景 我们一起去同路